每年寒暑假都會辦理娛樂營的草屯扶輪社 不僅長期關心地方及幫助學子成長 在寒暑假期間更會辦理娛樂營 希望學子們都能夠有正確的運動觀念 婆公帶給我讓她可以養成運動習慣 然後回家之後身體會持續的健康 我覺得她可以看到其他小朋友的學習之後 然後做進一步的模仿 她可以透過團體生活 然後學習到同學都怎麼樣一起玩 可以運動 然後豐富他們的生活 因為就是在假日的這個時間 我們家長也可以一起陪同 寒假可以過得這麼多彩多姿 很棒 然後小朋友他們可以學很多 自己有興趣的啊 直排輪也好 足球也好 還有樂樂棒球都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辦理娛樂營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夠減少學子在寒暑假期間勿入疾途 而在專業的教練指導之下 學子們都能夠學到正確的運動知識 娛樂營的活動啊 我們一般就是都會分兩次 一次是在暑假期間 一次是在寒假期間 今天在北投國橋舉辦這是我們青少年活動 寒假娛樂營 這個活動都持續好幾年了 希望說藉由這個活動增加 讓草屯地區的青少年提供一個正當的娛樂場所 那今年寒假我們也一樣 辦理的 有養舞蹈 幼兒的體操 小朋友的足球 青少年的樂樂棒足球 還有我們的子排輪的活動 可以讓我們每一個小朋友在課程當中學到一個正確的運動的方式 一個比賽的一個規則 每年辦理娛樂營報名人數都相當踴躍 短短的時間內報名就已經額滿 充分顯現出家長對於福倫社的信心以及支持 非常感謝我們福倫社 我們各位社友這麼用心來栽培我們的下一代 健身非常要緊 想後我們將我們的孩子能夠多運動 多學習 把他們身體照顧好 特別感謝福倫社這麼用心 來教導我們這些小朋友 參經關心地方的草屯福倫社 每次搬離預認營活動都不收費 且課程都相當豐富 有專業的教練指導 不僅能夠讓學子玩得安全 也能夠讓家長更加安心 接著六勝草屯採訪報導